廣州市五橋聯席會議 今天在廣州華僑博物館開展 圍繞打造長堤華僑歷史文化示範片區 開展研討交流 並且舉行百年長堤華僑印記 專題展覽開展儀式 理想報導 講到廣州特色的城市建築群 一定要講長堤華僑建築 這裡的建築以騎樓為主 風格別具特色 深受市民喜愛 愛傳大廈 外觀大廈 南方大廈 南方大廈 因為還有騎樓 小時候都是經過這些 參會代表提議 被華僑建築設立石碑 等市民了解華僑建築的歷史故事 同時撰寫華僑歷史建築研究資料 宣傳家國情懷 加強遍區規劃 對華僑歷史建築做好活化利用 形成新的業態 並且加快推進一批重大項目基礎設施建設 廣州華僑博物館3月1日至24日 會在地鐵海珠廣場站的站廳舉辦 百年長題華僑印記專題展覽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展覽 讓廣大市民去了解長堤 感受僑文化 我們這個展覽的主要特色 是要把長堤上面的華僑建築展示出來 讓大家去感受這些百年建築的前世 廣州電視記者理想的報道 消息